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呢 有没有意思呢 值不值得听呢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起探讨的是犯罪现象中的某一种方面 即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对策 从今天开始 我们正式来学习犯罪现象 原因与对策这门课程 犯罪原因与对策 说到这个问题 可能同学们会想 人为什么要犯罪和到底怎么样预防犯罪呢 也许有同学会被爱的想 犯罪是和人类伴随始终的 什么时候能把这犯罪控制下去 或者能消灭犯罪吗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相关案例 本案例似乎可能会给大家也有一个相关的提醒提示 这个案例呢 可能大家是习以为常 说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白领 女白领 收入呢 也很丰富 也有钱 但是呢 却有一个落下一个毛病 这个毛病呢 是什么 一有机会 就忍不住想偷东西 偷的东西呢 甭管是值钱还是不值钱 也甭管价值高还是低 反正呢 只要是他有机会 就忍不住想偷 多次呢 被当场抓获之后呢 也是呢 痛悔万分 抓住之后 钱物呢 也马上返还 但是呢 偷完之后 返还钱物依然是不敢 下面问同学们的是 王小云的行为怎么来评价 对他的行为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断呢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内容 具体来说 本学期所上的课 分为呢 三大类 如果受时间所限 可能我们仅仅是讲的犯罪原因和犯罪对策 时间允许 我们会讲 现实生活中离我们最近的疑难的热点的犯罪类型 这些呢 都可以用犯罪现象加以呢 概括 说到犯罪现象 不能呢 不提到到底什么是犯罪 或者说 我们所学的犯罪学 它到底是一个研究什么样的一个学问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呢 以什么为研究对象 又以什么为研究方法 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 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追本溯源 回到最基点的问题 即犯罪学这门学科是什么 关于犯罪学这门学科是什么 从古到今 从外 从国外到现在 也是到国内 无非呢 是有两种概念 一个呢 是把犯罪学作为狭义的概念来理解 一种呢 是把犯罪学作为广义的概念来理解 到底什么是狭义概念 什么是广义概念呢 不妨呢 我们先来呢 看一下犯罪学这个词源 到底来源于哪 起源在哪里 犯罪学词义是由两种语言组成 一种是拉丁文 一种是希腊文 拉丁文的犯罪和希腊文的学说 共同解密集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犯罪学说 如果把犯罪学作为一个非常区别和 其他学科相区别明显的 如果要讲犯罪学和刑法学科 及其呢 刑事法其他学科相区别开的话 必须要提到一个人物 那就是意大利的犯罪学家 加罗法洛 在1885年的时候 加罗法洛呢 出了一本书叫犯罪学 这本书就明确的写明了 犯罪学是研究什么呢 关于呢 是犯罪人和犯罪行为学的科学 由此 学者们认为 也就是现在公认的观点是 犯罪学真正独立起来 是因为加罗法洛出版了这本书 也就是从1885年开始 犯罪学呢 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确立起来 犯罪学学科确立的时候 到底是采纳狭义的概念还是广义的概念呢 我们先来看 国外对犯罪学的广义和狭义概念 是一个什么样的讨论结果 说到犯罪学这个学科 到目前为止 只要开设这门课的 分为呢 我们国家 中国也开了犯罪学 那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开了犯罪学 可是呢 这个犯罪学所放的院系是不一样 比如在欧洲一些国家 犯罪学呢 往往是由法学院所开设 而在美洲 比如美国 把它放在呢 社会学系来研究 由此呢 可以看出 犯罪学这门学科 即便是从概念来分析 本身也具有一种开放性 和关注的角度呢 非常的广泛性 无论是社会学者 还是呢 心理学者 及其我们法学工作者 很多很多大量的人文工作者 都从自己这个专业角度出发 给犯罪学贴上了不同的学术标签 给犯罪学打上不同的犯罪定义 所以犯罪学的定义就是一部 犯罪学发展史的总结 也体现出犯罪学这门学科 具有强烈的宽容性特点 不论是国外对犯罪学怎么样研究 还是我们国家对犯罪学如何呢 来探讨 无非是围绕两个关键词 即犯罪行为和犯罪人 来展开内涵和外延的临界点的划定 因此 有关犯罪学的概念 先从国外来说 同学们至少呢 应当了解的以下内容 即国外有关犯罪学的概念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这几种观点 可以称作是狭义的犯罪学概念的原因说 和狭义的原因学犯罪概念之外的犯罪预防说 以及广义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 总括起来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广义说 这堂课呢 我们先来学习的是 犯罪学狭义的概念 即犯罪学的原因说 什么是犯罪学的狭义概念呢 国外呢 有关犯罪学概念中 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就是 犯罪学是关于犯罪原因和犯罪人的科学 犯罪学是关于犯罪原因和犯罪人的科学 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那就要回溯到犯罪学的鼻祖 犯罪学之父隆木鲁梭 当时对犯罪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犯罪学之父隆木鲁梭 在1876年出版了一本书 叫犯罪人论 犯罪人论可以称作是 犯罪学的开山鼻祖 因为在这书里 龙木鲁梭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或者称作是首次 系统分析了犯罪人和犯罪原因的关系 开辟了并创建了 我们人类文化研究的一个新事业 新领域 当然呢 龙木鲁梭所关注的焦点 依然是犯罪原因的单一结构 所以把龙鲁梭的关于犯罪学的定义 界定为是狭义犯罪学概念 狭义犯罪学概念最早产生于19世纪 这就是犯罪学家首创了犯罪学这门学科的时候 提出了犯罪学研究对象 就是关于犯罪原因和犯罪人的理论 所以被称作是狭义的犯罪学 龙木鲁梭是出盟者 而到后来他的学生菲利 进一步发展了龙木鲁梭的 个人天生犯罪人这个狭义的概念 引申为发展出人为什么犯罪 犯罪原因上不仅仅有个人因素 也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而在这三个因素里 社会因素是犯罪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后来的学者 把菲利观察犯罪人和犯罪原因互动关系 提出的犯罪原因三因素论 简称为是菲利犯罪原因的三原论 因为菲利认为 不论是我们社会中诚实的人 还是不诚实的人 也不论是社会中完全符合社会性的人 还是反社会性的人 所有这些人 他所做的所为 他都是自己一个人 自然的心理机制 以及生理状况和他所生存的生活环境 相互作用的结果 由此把犯罪原因的类型扩大化 但是不论怎么扩大 同学们也可以发现 他始终围绕着犯罪原因 这一狭义概念展开研究 菲利对犯罪原因提出了三因素说 犯罪学另一个重要人物 加罗法洛 也是龙默罗嗦的学生 他们三个人 龙默罗嗦 菲利 加罗法洛 被称作是犯罪学三姐的手 也是因为加罗法洛 对犯罪原因这个狭义的概念 进一步引申为是犯罪的心理原因 人的心理原因导致犯罪人实施了犯罪 而且在加罗法洛这里 明确提出了犯罪学这一专有的名词 特有的概念 所以后来的学者 正如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 后来学者认为是 正是因为加罗法洛 将提出了犯罪学这一专有的名词 从此犯罪学和刑法学 正是彻底的分裂 二者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加罗法洛提出来的是 以犯罪人和犯罪原因关系 引申到心理层面 是因为心理异常 导致行为人实施了犯罪 由此可见 前面这三个人物 所提出来的犯罪学的概念 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 即犯罪原因 来展开犯罪学概念的论述 所以通通可以把三位学者的观点 概括为是 狭义的犯罪学概念 即仅仅关注犯罪原因 这一方面而形成的学说 关于犯罪学概念的狭义和广义 我们现在今天这堂课 仅仅是就犯罪的原因 这一点来进行了讲解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这里犯罪狭义的原因 在国外的代表者里 一定是犯罪学最开始的发展时期的三个代表人物 提出的观点 即龙龙龙梭 非力 加罗法洛 那么犯罪原因的狭义的概念中 犯罪预防概念 是我们下节课所讲的内容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